五倍券明天要跟律委討論 那律委的意見不一 那院長怎麼看 那以及在野黨質疑 審計部報告已經說明 三倍券和簽譯的效益 無關今年情況跟去年大不同 花三倍券或五倍券之所以比現金好 是因為限期使用 現金就不可能限期使用 甚至會被存起來 而三倍券五倍券好處就是 很多商家甚至地方政府都還加碼 甚至有到加油站去 還可以有折扣 我們為了幫忙中低收入戶 政府還特別把一千塊 直接拨入帳戶 讓他直接去領五千塊 所以也減輕弱勢朋友的負擔 去年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每一百個人就九十八點多個人領了 而且如期用完 所以我們才想利用花三倍券五倍券 來讓這一次受衝擊的內需產業 最會使用的就是餐飲 夜市零售百貨等等 一定會有刺激效果 這次高鐵的應變很好 同時高鐵這個預警系統也花為了作用 你們的工程搶救也都很好 這三點高鐵做得很值得肯定 可是高鐵畢竟是這麼主要的運輸載具 那在這種地方 這樣的雨發生這麼編波的情形 全線還有哪些地方 類似的狀況 恐怕高鐵全線的這種體檢 恐怕要再加強一下 這一次就是因為我們有水環境前瞻建設 所以在抗旱中沒有算那麼大的苦湖 這一次的水災 我們也看到很多地方因為有建設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災害 如果不是有預警系統 能夠提前警訊被車停下來 那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 所以我們覺得很多資源投入 是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雖然還是難免有災情 但還是希望全國民眾 大家努力做好環境保護 同時政府也會更努力 做各種水環境的建設 這一次其實是為了防疫 讓選手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把整部飛機包起來 可是官員擠進去做商務艙 管桿不好 事前也沒有好好溝通 也沒有報告 這都是不該 回來後就整體情況會好好檢討 這一次的成績 是讓我們更有信心 台灣子弟揚美國際 而且台灣同胞 大家看到選手的表現 我們不會像有些國家 選手贏也罵輸也罵 還怪地主 怪裁判 台灣民眾水準越來越高 我們政府也會更努力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